反正我是很期待 我就很高端嘛 对不对 你看接下来配音就是这样的 Penny Penny Oh Penny 然后Penny在屋里边就说了 Oh亲爱的 这么晚了 需要什么帮忙吗 希尔顿先生 Oh Penny 我睡不着啊 Oh所以呢 那我亲爱的希尔顿 Penny 你会唱小猩猩吗 你是不是弱智啊 希尔顿 三十多岁的人还唱他儿歌 海洋俱乐部 欢迎你加入 刚唱的什么调 海洋俱乐部 欢迎你加入 我的队长也是唐轩老厅 怎么的 你也是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爷尝这个来着 咱爷爷 那时候就听这个 我还想到我在这儿认为老乡 缘分还真奇怪啊 你说咱在这儿关着也忒郁门 过两天出去了 我请大家喝大酒 喝酒就算了 要是能让咱看一期海洋俱乐部 也就知足了 他们在聊什么 看起来 他们在想逃出去 看海洋俱乐部 他们知道时间 每周四晚九点五十 我没有告诉别人啊 这些没有加入海洋的公众微信账号的 谁也别想出去 海洋俱乐部 哎呀 话要说回来 其实拍电视剧 跟我们做节目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脱口秀节目 逗大家开心 不容易啊 我再给你们说个事啊 这么那天嘛 我正在这个办公室里边 我就在那写段子 我就坐在桌前 在那写啊 我揪头发 我闹我心脑 哇直冒烟呢 我这人写 哎呀 反复退销 正好这时候呢 我们那个保洁张阿姨就擦桌子 见我那样 就跟我说 海洋啊 你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吧 我说啊 哎呀 海洋 阿姨跟你说 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常熬夜上夜本 我告诉你啊 杨儿 潮年睡眠不好 坏处很大 一共有四个坏处 我说阿姨哪四个呢 挺好了啊 这个四个坏处就是 第一 算术不好 第二 记忆力不好 一字 算术不好 阿姨说 你们乐什么呢 阿姨说的不对吗 所以你们就知道 我们这节目生产过程 有多么的艰难 但是呢 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啊 我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小时候啊 我的梦想真的就想成为一个演员 偶像派 但是我卡在身高这个门槛上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坚持着这个梦想 那不有一回吗 我就在一个剧组当中潜伏着 我想只要有机会 我就让导演给我试试戏 是吧 争取能打动他的芳心 潜贵则估计没导演能相信我 我靠实力说话嘛 是吧 那回呢 是演了个天下无贼 RT 我就跟那个冯小刚导演 我说冯大 傻跟那个我也能来 那你试一段吧 我说那个 你们试一下这样 这让他们看看 哪也不相信 这六万块钱 还没有一块转秤呢 谁能突然啊 我说什么 我说这还很好 感谢观看